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动作片《和平饭店》 影片一开场 龙套地就被一光头追得去屁股尿流 这光头不是别人 正是诽谤的大当家希丽哥 由于他老婆和把兄弟对他的背叛 希丽哥一怒之下就让手下二百多弟兄全都领了好汉 当希丽哥正打算对漏网之鱼龙套地下手的时候 一只和平哥突然出现了 希丽哥脑子一抽风就把龙套地给放了 从此留下了后患 希丽哥杀完人之后便隐退江湖开了一家和平饭店 无论你是杀人放火还是坑木拐骗 也无论仇家是谁 只要是进了和平饭店的 希丽哥保证你不会领好汉 转眼十年过去了 这十年来无论是马贼还是匪王 从来都没人敢到和平饭店闹事 话说有这么一天 风情万种的绿茶妹被仇家一路追杀到了和平饭店 为了防止这帮家伙狗眼看人低 绿茶妹甩开塞汪子开始睡牛逼了 绿茶妹说你们掌柜的可是我老公啊 虽然我们俩十年没见面了 但感情却是剪不断理还乱的 当年我被卖到妓院的时候 是你们掌柜的把我给救了 但由于他晚来了一步 我不幸被那个嫖子给破了处了 之后我们俩仗剑天涯到处瞎溜达 替天行道杰弗吉平整天的杀人 正是由于他当初没有及时保住我的仪式清白 因此他内心的十分的愧疚 于是经常以大开杀戒来发现 十年前的今天 我怀着他的孩子跟他来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 开了这家和平饭店 可孩子刚一出生就被他的仇家给杀了 所以说他这辈子欠我的账了 下辈子也还不上 大伙一听了全都蒙了 胖大婶说老板这十年真的是洁身自好 从来不跟别的女人睡觉 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西里哥晚上回到饭店 发现绿茶妹正在他屋里边唱歌边洗白白 西里哥拍了拍手说唱的不错 能不能再来一个 绿茶妹说大哥见笑了 我这就是母鸡打名瞎胡闹 接下来绿茶妹又开始吹了 而且吹的是云山雾罩 西里哥说你吹这么大 你自己害怕不害怕 西里哥说着从兜里掏出几块鲜大羊 说洗完澡赶快给我换钱房 由于绿茶妹忽悠的有鼻子有眼 饭店这帮人还真把她当老板娘了 一个个是点头发腰都想要个红包 西里哥说你白吃我的饭 白住我的房还顺手牵羊 你这就属于典型的白眼的 跟我说说吧 你到底是干哪一行呢 绿茶妹说我在摆了门当交际花 那里面全是人家 为了混口饭我也是没法的 西里哥说你是不是因为赌博欠了高利贷 人家才把你追杀到我这儿了 绿茶妹说别提了 他们让我赌债肉肠 可肠完之后他们又说不算 那我这暴皮劲能干吗 就用剪刀把放高利贷那孙子屁股给捅了 西里哥说不是走投无路 最好不要留在和平饭店 明日早上六点有一连南下的火车经过后山 到时候你可以从饭店的天井端出去 我希望你能顺顺利利别嗝屁 转过天 当绿茶妹等人正在赌博的时候 土匪的大当家带着人就杀到了和平饭店了 由于绿茶妹杀了人家的二当家呀 所以这些土匪非要绿茶妹领和饭 要说这西里哥的气场那可不是一般的强 那西里的眼神一到啊 把土匪的马都吓尿 西里哥说甭管你们的二当家呀 是不是绿茶妹杀的 只要他进了和平饭店 我就不能让他领和饭 大当家的说你绰号叫杀人王 我的外号可是变态杀人狂啊 21天之内 我如果不能让绿茶妹领和饭呢 我这个团伙就地解散 当饭店这帮人发现被绿茶妹给骗了 态度当时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面 不过这绿茶妹也够患 居然用洗脚水给大伙烧了一锅菜 为了能让西里哥护送自己安全逃走啊 绿茶妹是无所不用其机 在西里哥面前不是色药就是装可怜 把西里哥搞得甭提有多烦了 西里哥说趴死的人我是见过不少 但像你这种没出息的还真难找 绿茶妹一听了就打算霸王硬伤功 这西里哥饥渴了那么多年 还真差点没守住啊 西里哥说你来这一套也没用啊 我对你根本没冲动 这绿茶妹也是一刚烈女子 一气之下就冲出饭店准备送死 一个弱女子冲进土匪沃 那结果还用说吗 等绿茶妹被虐成了狗啊 西里哥才果断出手 这一战啊 抛开逻辑不说 打的还是相当的漂亮 西里哥把绿茶妹抱回饭店之后 便开始紧急抢肉 但折腾了半天呢 绿茶妹还是没有反应 胖的事说老板别闹了 绿茶妹已经交翻票了 这个时候的西里哥 已经对绿茶妹产生了微妙的感情 于是他上去就给了绿茶妹几个大嘴巴 把绿茶妹的脸都抽肿了 然后绿茶妹就行了 两人这一来二去啊 关系变得是越来越亲密 饭店里的有些人一看这种情况啊 担心惹祸上身领外喝饭 于是便离开了和平饭店 西里哥一看呢 急忙骑着马去追 可还没等他赶到 这几个人就遭了土匪的袭击交了饭票 接下来啊 是大战之前的休闲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啊 西里哥和绿茶妹的感情迅速升温 已经变得有点难舍难分了 就在这帮人活蹦乱跳 瞎胡闹的时候 大当家带着手下突然就杀到了 西里哥一看形势不对啊 急忙骑着马 带着绿茶妹撒撒撒撤退了 大当家带着人追到半路啊 突然停住了 说不着急 咱回去守住待住 送走绿茶妹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 我说大姐大哥啊 再轻可就赶不上南下的火车了 要说绿茶妹这马骑的可是真不赖 是既稳又快啊 估计这十所得有八十买 送走绿茶妹之后啊 西里哥赤手空拳回到了和平饭店 准备跟土匪啊决一次战 大当家上去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啊 当时就把西里哥给做懵逼了 西里哥说我没守规矩 放走了绿茶妹是我不对 你现在里子面子都有了 是不是该放手了 大当家说其实绿茶妹啊 是我的举人啊 是我派她到和平饭店勾引你 然后让你破坏规矩啊 送她逃出去 你还记不记得十年前 跟你出生入死的那帮兄弟啊 当时只不过有个别人背叛你 你却让他们全都嗝了屁了 这个时候西里哥才想起来啊 这个大当家不是别人啊 正是在第一场戏 他放走那个龙套你 大当家说里面的人都给我听清了啊 天黑之前都给我出来 不然我就要血洗和平饭店 让你们家全都零号办 当西里哥走进饭店之后啊 那帮常年受他保护的王八蛋开始抱怨 胖的婶说你为了一个绿茶妹 把土匪都给得罪了 你死了没关系 可不能拉我们当店呗 西里哥说咱有言在先啊 留在这儿我保你们平安 谁要是从这儿出去被枪毙了 那可跟我没关系 可此时的人心呢已经彻底乱 一些人为了保命啊 纷纷跑出了和平饭店 就在大当家正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 绿茶妹突然杀了一挥马枪 哎呀难怪高尔基他老人家曾说啊 爱情就是一个大泥潭 谁掉进去睡到惨 随着大当家的一声枪响啊 双方展开了婚颤 那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呀 时间不大大当家就挂了 不过由于西里哥身负重伤啊 最后也领了便当了 而那些曾经受过西里哥的保护 在危难关头出卖饭店的王八蛋呢 后来都没什么好下场 一个个不是得了绝症就是死于非命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堂尸压惊吧 人在做事天在看 违法乱级不要干 被信弃瞎胡来 迟早让你领和饭